3月1号晚间 持民海内外的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 在高雄市立文化中心智德堂的第三场演出 让第一次观赏的舞蹈工作室副团长非常震撼 每年一套全新的节目内容 也让低音号演奏家廖伟强赞叹 中西管弦乐的现场演奏 音乐与舞蹈演员的完美融合 令人觉得相当伟大 一开场非常非常震撼 很难形容那个心情非常的激动 我一开始就开始就开始泪流满面 然后为了止住我在醒鼻涕的声音 所以就尽量控制我激动的情绪 神韵网会所传达出的寓意 深深的感动了舞蹈工作室副团长黄思怡 不管是对舞者还是编舞老师 还是我们的指挥家演奏者 所有所有的一个工作人员 都是一个真的是打从内心的一个非常大的感动 低音号演奏家廖伟强赞赏节目中编剧 与舞蹈演员的完美结合 我觉得说这个是很相当大的一个工程 变成说作曲家得跟这个编舞者 两边一起去合作一起去工作 那去谱出这个音乐 那每年又是一套不一样的音乐 那我觉得这个是蛮令人觉得很伟大的地方 尤其是融合中西乐器的现场乐团 让他印象深刻 现场音乐的这个伴奏的乐团 它结合了西洋乐器 还有我们国乐中国乐器的这个形态来做演出 那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这个配置 神韵的精彩演出 让黄思怡还想一看再看 一定要推荐给所有人 这个东西真的需要 需要让更多更多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去看 这样子一个感动 如果你还没来看的话 绝对不要再浪费 接下来这集场在台湾演出的机会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其文林美华 台湾高雄采访报导 台湾高雄采访报导